今天来给大爷家里面挖一个小鱼塘 有了大爷在前面带路 我们很快就开到了鱼塘这里 这里看着像一口荒田长满了杂草 像这种情况我们先不急着开挖 必须先了解情况 每个鱼塘的东家都有自己的见解 如果东家非常的有主见 可以很好的表达干活内容和施工目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读懂他的精神 照着他的意思去做 东家想把这块地也变成一个小鱼塘 把地里面的土挖出来 给他堆在外面 给他拍拍紧 这小堤坝住起来 这块田看起来就非常的窄 挖机就只有侧方位 给他按一按 放一个斜坡 这位大爷的预算不是很高 要求我们把这个小堤坝做成一米多高就行了 随便养点鱼自己吃 这里原来是一条水沟 东家会在这里埋上一条水管 我们就把这条沟给他清理一下 先让东家在这里把水管接好 在这里等老铁们肯定会说我在磨羊工 我真的是太难了 来看我从这边开始筑堤坝 在筑堤坝的同时有几个步骤需要一起完成 首先挖机取土的时候尽量选择凸起来的地方 只有把凸起来的地方挖掉过后 整个田看起来就会大概的平 选择较干一点的黄泥巴是最好的 挖机每天一层土都需要给他拍打结实 把松土中间的间隙都给他压紧 每天一层土最好不超过50公分 这样一层一层直直细细做起来的堤坝 基本上就不会漏水 老铁们我把整个堤坝做过来 同时就完成了 堤坝的平面保持一致 然后把整个坡面也放成了一个斜坡 堤坝的外边也是把小臂伸到最远 把外面的坡也给他按了按 住堤坝的同时完成了这几个步骤 接下来的刷坡就会变得很简单 先把整个坡度使劲的给他拍紧 尽量的把整个边坡给他斜一点做 把转弯的位置一些边边角角 尽量的给他拍到位 做到了这个步骤 我先是把整个坡先给他按一按 再把挖斗放到最上面 这样往下面拖 使劲的摩擦 就会使整个坡看起来非常的平整 这东家买水管也是非常的讲究 干起事来也是非常的执着 我把整个坡都给他拍好了 他水管都还没有接好 做到了这里 挖机就不能往前面开了 因为地方太小挖机转不过来 只有放鞋 给他抹成一个鞋坡 东家呀 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终于把鱼塘的出水管已经买好了 每个鱼塘出水口的位置最容易漏水了 买好出水管填土的时候 一定要仔仔细细 一层一层的把它填好 既要轻一点又要仔细 而且还要多拍几次 把边坡上面多多土也给他清上来填到上面 现在整个出水口的位置已经填好 基本成型 拍打结实过后就用挖斗的底部来进行把表面给他抹平 两边的轮廓也给他修一修 挖鱼塘我差一点就陷机了 怎么回事刚把出水口埋完挖机好像就被陷住了 看似很干的鱼塘挖着挖着就变得很稀又很连 这样的杀土最容易陷机了 我当时心里面存的是荒的一批 还好挖机陷机的位置边上就是一块大石头 凭着我开挖机多年的经验 只要一直往石头上面开就可以开出来 最后也是费了九流二辅之力把挖机开出来了 接下来我又冒着陷机的风险 把出水口的边坡也刷成一字 斜坡搞完了快溜快溜 老铁们我最怕陷机了 陷机伤机又伤神 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图字 有没有认识的 用挖斗去挖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稀 就好比挖机陷住了 你越是动它就会把你吸得越紧 最后导致整个底盘瘫痪动不了 OK老铁们整个鱼塘的底部已经抹平了 挖机就往上面开 有很多鱼塘挖机做完事就往上面开 就会很困难 还好我今天这个鱼塘这里上去的斜坡不是很陡 我自己就爬得上去 就不用帮忙叫老铁们帮我推了 OK整个鱼塘已经挖好了 每天小赚200生活多汁多彩 劳烦各位老铁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非常的感谢大家 哈喽老铁们 今天山上的水泥路已经传播结束做完了 前段时间有看过我视频的老铁都知道下坡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急转弯 非常的又抖又急 排量小点的车开上去都比较吃力 今天的干活内容就是把急转弯外面部分给它加宽 倒上混泥土提高大小车辆的通过性 老铁们快看就是这个面包车 每次上山之前到这个弯道这里 人都必须先下车 下车过后看到它后轮打空转爬不动的时候 人还要上去推一下 不过还好的就是面包车就是拉工人上山干活的 车里面的大爷比较多 大家帮忙使一点力 车子就开的上去 经过村里面和施工方的沟通 解决这个急弯的问题就是在旁边给它加宽 交代了我挖一米宽左右 我就顺着水泥路的路行挖出了一米宽的基槽 尽管天气这么热 村民都在家里面没有出来看 我也一样会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整个弯道给它做得明明白白 水泥路上干活我特别的讨厌 特别是这种弯道的地方 干起活来特别的累 有问题就需要解决问题 我就是整个干活过程把挖机站在泥土上面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挖机颠簸问题 在斜坡上面刀混泥土就是这样 由于货车没有占平 撑杆撑完过后 混泥土就是不滑落下来 这时候就需要把挖斗放到货箱里面 把混泥土轻轻的给它刨下来 到了两堆混泥土在这里 现在就需要把混泥土分散到需要它的地方 作为一个挖机司机 你应该要有自己的思维 结合整个施工环境 考虑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倒下来的混泥土不能浪费 地上还有比较零散的混泥土就给它往后面扫 这里就间接性的明白了 挖机为什么要从前面往后面开始铺混泥土 如果挖机开始从下面往上面铺混泥土 有多的混泥土就需要往上面转 特别是这种挖机没有占平的位置 往上面转特别的吃力 而且还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一道施工工序 像视频中这样多的混泥土就往后面收 就比较方便很多 老铁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其实挖机干活就是这样 做事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我们要选择最方便的一种 从而来提高施工效率 有些时候在外面干活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就需要一边做一边想 整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也不是特别的难 今天干的这个活在视频中你们也看到了 全程就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也不确定这个加宽的路面会不会有人工过来把它抹平收面 我就边后退边整平 用挖机的斗布来进行抹平 说实话今天的这个混泥土被太阳这样一晒还比较干 最好是叫工人撒点水在上面 然后再进行收面 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 老铁们视频可能不是很精彩 但这就是最真实的农村挖机干活 最后感谢老铁们的支持和鼓励 以后会让我们打造体 olm 以上就是那么精彩 像往后就放入 然后看起来 是这样的吗 感谢观看